感悟人生,分享快乐,我是雨哥 今天继续为你们介绍国王排名的第七集 二王子戴达被强行怪进了秘药 但这也并不是增强力量的药 而是复活的秘药 戴达是容器 他们要复活的是谁呢 相信聪明的你们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喝些药后 戴达身上发生了恐怖的变化 然后缓缓睁开了双眼 他坐回到了自己的王座上 让我们讲回波及王子 两个好伙伴见到了德斯帕 卡扩地上的被德斯哈撕成碎片的 被编写的推荐信 这德斯帕小哥 无论是力量还是统一力 都比不过自己大哥德斯哈 只有一样被大哥记得的要死 那就是这张帅气的脸 德斯哈因长得太丑 极度自卑 小时候经常因为这个 躲在角落里独自抹了 讲回的正事 之前德斯帕培养住的那位国王 虽天资平平 却有着最重要的东西 勇往直前 直面困难 依赖他人永远自信的勇气 无论别人如何嘲笑 比一套 都能充满自信的继续前进 哎 这些东西 波及身上都有 这不正是小波波的真实写照吗 想拜师 no money no talk 德斯帕红着老脸伸出了手 卡扩出了被冰准备好的银子 但老趴看后寻手 于是卡扩又偷出了身上的所有零碎 却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除了这个盒子里的一堆财宝 这些都是卡扩在城里偷的 见前眼看的财米老趴 当即接受了波及的拜师 将二人请进了屋内 他让波及伸出手给自己摸 因为掏个算命 而不 是能感受到波及身上的潜力 老趴发现波及居然没有履历 即使说肌肉没有力量 其他无论怎么锻炼力量都无法变强 波及没有力量的根源 小伯伯听后大受打击 绝望的向外走 却为老趴拦住了去路 老趴表示 自己会用别的办法帮波及变强 有希望了 卡扩痛哭流气的拉着老趴的手 激动万分 波及也破提为笑 特训明天正式开始 说完这些 老趴便拿着钱去酒馆耍了 没想到回来后 变成了茄子脸 原来他在酒馆里和人打架了 老趴瞪着连眼睛都睁不开的肿眼说 对手受的伤比自己严重多了 卡扩算是看明白了 这个老趴即使是个弱鸡 把波及交给他能行吗 老趴让二人明早打扫卫生 干完杂活后就开始特训 卡扩知道波及王子从没干过这些 让他将杂活都交给自己 专心接受特训 但波及第二天便早早起床 悄悄出去干活了 拎不起捅就少倒一点水 量力而行 打扫完卫生开始烧饭了 但波及没做过饭 索性将所有食材一股脑全丢进锅里 倒点米 放点调料后直接开煮 尝尝味道 嗯太妙了 但这料理的味道实在太刺鼻 直接将卡扩与老趴熏醒了 就这样 波及将它烧在黑暗料里盛上了桌 一整根胡萝卜 带壳的鸡蛋 哪有这么搞的 但看见波及吃去的表情后 两人怀疑 味道可能确实不错 结果一人尝了一口后 难吃的整个人都快爆炸了 这事老怕才明白 原来波及是巨人的户带 而巨人不管什么都能吞下肚 他们都是铁胃 吃下有毒的东西都没事 所以今后可不能再让波及收饭了 否则小面不保 终于到了特训环节 老怕打开他的武器库 让波及挑衅适合自己的武器 这剑波及抬不动 这巨型镰刀 是富王的衬手兵器 这点小斧子 他也根本拿不动 还险些给自己开了瓢 波及终于看到了 最适合自己的武器 是什么呢 剧情卖了个关子 没有交代 在这之后的一周 波及一直在和老怕训练 每天训练结束 卡扣会抬来带轮带的床板 让那个精疲力的小的 直接睡在上头 一觉到天亮 至于俩人练的到底是什么 老怕不让卡扣看 他想给卡扣来个意想不到的惊喜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 对不起 晚安 好久了 好久了 我配在逼看 好久了 到了 小心 好久了 二十三 最后一 还有 波及的训练很努力 嫌内助卡扩也很给力 这天卡扩打倒卫生时 突然听到训练场内 传来一声巨响 他担心的跑过去询问 老怕就冷着脸告诉他 一切安好 卡扩居然在门缝中看到 波及居然劈开了一块巨石 这真的是真的吗 好了 这就是国王排名第七集的内容了 本想多咱姐姐放在一期视频里 但怕你们等到新集 之后我就每周更新一集吧 希望你们喜欢 大家别忘了动作小手长按点赞 支持小雨过 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